全台最行的农舍随着韩国瑜走下神坛 也渐渐暗淡无光 回首过往争议 从被踢爆大围剑到李嘉峰神速射出 农舍模样变了又变 不只拆了篮球场和车库 在陪射后大门方向也跟着移动 还用灌木树虫当围墙 这段时间唯一不变的就是 宝拳和小黑狗都驻守在外头 但苹果新闻网近日重返农舍 发现这回连保全也撤岗了 只剩小黑狗尽忠职守 在过去农舍争议时 只有媒体一靠近 这名保全就会尽责地主打 面对询问总是三尖其口 甚至一度窝在车内监控管制 陪伴他的总是一只小黑狗和小黄狗 农舍争议满周年却不见他的踪迹 只剩下小黑狗孤独留在那 从大门右侧门柱上行铁纸判断 这栋农舍以为由保全公司负责 这栋农舍由新屋主 也就是台北花园高雄店负责人 陈庆已购入后 他曾表示是要给双亲养老 但根据了解 至今依旧呈现空屋状态 只偶而有人过来照料环境 地方中心云林报道